那么另外一个问题之前呢 我们看到中国表示将会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 今天又发布了这份白皮书 这表明了中国一个怎样的立场和决心呢 在这方面中国始终是礼尚往来 来而不往非礼业 中国原来一直坚持着两大原则 何其身材与何目共处 但是在国际形势这么复杂的情况下 中国的愿望不一定都能够实现 所以刚柔兵器加强沟通 是中国这一次公布白皮书的 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中国既有硬的一手 也有软的一手 用于对付不同的方法和策略 同时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 能够解决和沟通 同时也是为了加强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 因为各个国家都在紧盯着中美之间的谈判 究竟如何进行 中方如何反击 中方如何反应 中国如何提出解决方案 这对于世界各国来讲 是有借鉴意义的 这是我们所说的中美的谈判 就是交科数的原因也在于此 我们特别关注 像最近国际上很多的组织 个人包括美国的政策人士 已经明确说 美国政府把关税 作为解决中美贸易矛盾 这工具本身就很第一 愚蠢 第二危险 已经提到很高的程度 而德国总林默克尔在最近的讲话当中 更明确说 我们现在要远离无知和狭隘 这是最新的国际政治家 对目前的有关争端的最新评论 所以无知和狭隘 很可能会蒙蔽了某些国家的领导人 只顾眼前利益 不顾长远利益 这对于中国和世界的发展 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我觉得中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是世界和平的一个基石 应该加强沟通 共同努力来解决有关 存在的不同意见